我們公司現在1月10號有花兩個月獎金 一個月是聯中獎金 一個月是績效獎金 我們在公司財報完了以後 會再補發績效獎金的差額 那對於公會的訴求 我們在1月31號 會召開董事會來討論 好就這樣子 那所以績效獎金總共是會發幾個月呢 因為現在只發一個月嘛 接下來會補發大跟七幾個月 市長還有什麼好解釋 目前要看公司財報 會議是簽訂了 我們就會來發這個 那應該還有0.5個月以上 那公會說31號覺得太晚了 你們覺得 那這屬於公司自己的事情 1月31號 所以年前不會解決決定信 不會把它發持嗎 36萬沒有要值值錢 聯田應該比較困難 罷工會罷工有什麼因應的方式嗎 請示範者拿出權力 我們就是以董事會討論為主 謝謝